前两天在朱永高速屋,屋主岭隧道内的一辆救护车搭载着一名脑出血的危重病人 正紧急赶往浙江大学附属第一院救治 因为隧道里车多拥堵,司机和病人家属都万分焦急 好在经过交警的疏导,沿途司机主动避让,为救护车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原本需要12分钟通行的路段,仅用了5分钟就顺利通过 最终救护车及时把病人送达目的地 感谢观看